这五幅大画现在在中国美术馆正在展出 这五幅大画是一个主画来的 是我有一个计划 我这一辈子画完五张大画 就是我最终可以明目了 但是这个是很难的事情 做不做完还很难说 但是这自己的心愿 这五张画是那十张画的其中的一半 还有一半没有画完 那我要完成那十张的话 我要需要时间 所以美国的油画家协会 我任期一期 开始的时候 他们就说要提我做这个事情 当时我是不理的 后来他说就一期行不行 那后来我说你让我两个礼拜再思考思考 那后来还是同意他们做一期两年 那做完他们还说叫我再做 我说不行 我还有五张大画没画完 所以那五张大画我是想 听着稍微年轻 现在还有力气 那么大的画 如果过了年龄很难画 特别是有画 一定要有精力 有眼力还有时间 这五张大画呢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一辈子想做的事情 并不是说为了赚钱啊 为了卖啊 为了什么其他目的 所以很多人看了这五张大画 都说这是一种纯艺术的追求 境界比较高 给我很多鼓励 这五张大画 有个虽然是画历史画 有个新的构思 新的形式 新的想法 有一种很特别的 跟一般的历史画不一样 其实我在美国 我也开始的时候 有画过一些现代的 比较 就是一个现代构式 构图啊那些 但是因为美国 它在现代艺术上 发展很快 也很多 就是说很多很多 你去到那里 就是那种现代的东西 对我来讲也是很新鲜了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其实我那套主画 在那边还是 得到很好的反应 很大的坚强 但是反过来 在那边来看中国 祖国就是历史 觉得我还是 有很强的这种心想 把这个主画画出来 后来我就又把它 把经历转到这方面 就把历史画 和技术往前推认 这是我自己的东西了 我也不是说为谁画 自己喜欢画了 人家说什么我也不管 反正就是 自己把它存起来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很多人可能画 很长期的作业 它本身那个创作的灵感 连激情是很浓郁的 但是在长期的过程里面 这个灵感和这个激情 会慢慢的失散 然后呢 我就觉得很奇怪的是 可能十年二十年间 你可以保住这个灵感 就是保住它的新鲜度 然后保住它的这个激情的热度 然后呈现给我们大家的时候 还是最好的状态 我特别想这画 长期作业的时候 过程之中 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在这个 长期作业的过程之中 能够永远就把持到一些好的 艺术创作中好的东西 而把那个一些 比方说时间长了 磨得比较麻木啊 比较混沌啊 不知道该取什么舍什么的 这个东西给给比弃掉 我们非常想了解一下 对 这个是很 很多人会对这个问题 有这个疑问 画一样大画 特别大画 如果说你连续画上去 画几个月的话 到了最后的时候 你自己会麻木的 因为一个是颜色 一个是造型 一个是那个构思 就每天看你会很累 如果是说自己发现说 在有含糊的时候 最早就把它停下来 为什么我这些画说 有些是画十年 几年十年 就是因为当时画了以后 觉得好像没有画到自己想象的那个效果 或者没有达到原来要达到那效果 但是又没有什么样的新的主意 又没有新的灵感 那就把它放起来 存起来 存它几个月 有些一年都有 我现在画的那第六章已经停了两年 就是因为好像虽然这起稿提来了 但是总觉得没有达到预约的那个效果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样画 就把它放起来 画其他的 其他的画了画 你在半年一年你再拿出来看 那个感觉会一样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 会那灵感从里头会产生出来 这个就是很多大画 为什么世界上很多那些大师那些画 都涅滴那一张小小的画 都花十几年 那不是像他每天都画那样 有什么样的 在哪里 感谢观看